以剛剛這一題 要怎麼去快速解決 特別注意以這一題來看 我是比較建議 這上面當然已經有答案了 請各位先把它刪掉 我是比較不建議用這個方式來做 因為它等於是把 你程式要寫十行的 它就把它一行要全部寫在一起 而且如果你寫錯了 你也很難知道你哪裡有錯 它真的太麻煩了 即便你會我建議你也不要學這個方法 那網路上有很多人都教你用正列來做這個解答 我反而不建議 我反而比較建議你用VBA來寫 為什麼因為VBA你可以逐行逐行慢慢寫 有錯馬上可以知道錯在哪裡 但是這個如果有錯的話 你並不會知道哪裡有錯 至於要怎麼做 我想因為這個方法我不推薦 所以我請供參考 在雲端上面我有提供答案 你們只要怎麼呢 只要教各位如果這個沒有的話 你只要從這邊 記得大瓜湖不要選到 大瓜湖裡面Ctrl C 然後你就直接到這邊 直接把它貼到這裡面來 那大瓜湖怎麼產生呢 記得Ctrl Shift加Enter 這樣才OK喔 一定要Ctrl Shift加Enter 你不能直接自己打大瓜湖 它不接受 向下填滿就OK了 那至於為什麼這樣做 我覺得這個方法不OK 所以細節部分我也許暫時不講 如果你們有問題的話可以這樣 那我比較推薦你們用 這個所謂的VBA來解答 OK 那第一個我們要知道說 這裡面到底原始資料裡面的這個儲存格裡面到底有幾個是數字 誒我怎麼判斷 那這裡面的話可能會牵涉到一個就是插入函數裡面有一個 當然如果你有以色列函數裡面會有一個文字的函數 如果要判斷說那個字的內碼OK 因為在美國人設計這個電腦的時候它有做一個區隔 就是說數字放一類 英文放一類 符號放一類 它有一個它固定的編號 那個編號的部分的話 我們可以用call按確定之後 比如說我把文字給它 但是這裡面Excel總共有五個字 它只會抓第一個字 它會告訴你1 它的內碼是69 OK 誒 那我怎麼判斷 特別注意 這邊的話請各位第一個要了解 在我雲端上面我有放一個解說 所以如果待會你要想要知道 請你找到雲端白板裡面的第一個單元 包含就符號 包含就是數字 跟英文大寫 英文小寫 它每一個都給它一個位置 也給它一個編號 那這個位置的話 你會發現如果是數字的話 它一定是在48 到57 這個之前 那就是它的數字 大寫的位置在65 到多少呢 65到90 小寫的話是97 到122 那另外 中文怎麼辦 特別是因為美國人設計電腦的時候 根本完全不會去考慮 那個什麼呢 中文或多國語系 有其他國家的問題 所以那個中文 跟多國語系 都是除此之外的 也就是它的編號 一定是大於127 或者是小於0的位置 那些應該就是所謂的多國語系的位置 所以我們大概知道有個規則 如果我可以知道它的內碼位置 如果它內碼位置在48到57之間的話 那表示它是數字 那應該知道了 所以基本上它剛剛邏輯說 我要先抓第一個字 然後判斷是 如果我要抓第二個字的話 那你可能就必須怎麼樣 先在這邊 假設我們如果用那個 第一個用MID MID的話就是抓第幾個字 MID MID 這個裡面的字 如果我要抓第二個字的話 那當然我就輸入2 如果1的話就第一個字 如果很多個字 像剛剛為什麼要執行陣列 就是因為你有很多字要執行很多次 有點像跑一個回圈的道理 OK 然後要幾個字要一個字 比如說1 如果你要第二個字 那就x 如果我今天給x的話 假設把x剪下來 放在call裡面的話 那基本上應該是得到88 88 你想說88 x 查一下表 ax到這裡有沒有 發現呢 它是不是88呢 就是88 它就是把這個東西給你就對了 所以我們的邏輯很簡單 就是把它一個字一個字一個字的怎麼樣 切出來 做什麼呢 判斷它是不是在47 應該47以下到58 47等於是大於47 而且and交期而且小於58 那表示它是數字 如果說我用那個函數來寫就在一行 可是如果我今天不要用函數 我用VBA寫的話 所以我們換一個方法 假如我用VBA寫的話 1 先開Visual Basic OK 程式寫完了 假設我已經寫完了 我先讓一下給大家看一下 OK了 好 那我們把它清空 接下來就教各位怎麼寫 看起來很多 實際上如果你會寫圍圈的話 很快就寫完了 OK 怎麼寫 首先第一個呢 一樣 開發留言大概應該會 Visual Basic 二的話呢 這個模組自己加一下 可能我原來這邊沒有模組 你就怎樣 插入一個什麼模組 然後在這邊呢 要不就插入程序 打什麼呢 打數字個數好了 OK 或者另外一個方法 我現在比較習慣這樣 就直接打個sub 然後名稱給它 叫做 數字個數 enter 然後enter 然後enter 就好了 你再打個sub 數字個數 enter 這樣也可以 OK 也等同是插入那個 方法都一樣 看各位人習慣 接下來的話 我要做什麼 我要把這個裡面的每一個字都抓出來 OK 然後呢 抓出來做什麼 一個一個去判斷 所以呢 一個一個的抓出來 所以我第一個 for 所以你要寫一個for圍圈 for i 等於 第一個字 到 第幾個字呢 第五個字 不過其實你可以用len算 假設我們用先這樣好了 next 接下來做什麼 接下來我就把它這個儲存格 一個字一個字抓出來 所以我要切割 切割它我用mid 那mid之後我在回圈裡面判斷說它是不是在47到58之間 那接下來什麼 也許請各位先想想看 有沒有比較簡單的方法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大概知道一下邏輯 然後待會我教各位如何用VBA來寫好了 我建議 我比較推薦用VBA 我們先休息一下 待會再來看 我們要兩個回圈 然後一個是count 就是算它裡面有幾個 4的話符合那個條件 那就幫我加1 存在那個變數裡面 OK 試一下 待會再來看